你好 欢迎收看6月1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由东莞处主办的2024秀古兰西泛州铁人三项应竞赛 6月16号早上6点半在秀古兰西游客中心名墙出发 而今年活动吸引了829人来参加 相较于去年的1200人 明显受到地震影响减少莱花莲的意愿 而瑞瑟乡长表示花莲依然安全依然漂亮 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花莲玩 明显出发 所有选手穿戴好所有安全装备 抬起橡皮艇往前冲下水抢第一 这是东莞处主办的2024秀古兰西泛州铁人三项竞赛 早上6点半秀古兰西游客中心 明显出发 准备了很多东西 你看我们还要准备水枪跟水瓢 谁敢钞进我们就糟糕啦 今年活动吸引了829人参加 相较去年1200人 明显受到地震影响减少来花莲医院 瑞瑟相长表示 花莲依然安全依然漂亮 欢迎大家继续来花莲玩 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来到瑞瑟 在这里祝福所有的好朋友身体健康 你在这两天看到我们瑞瑟有非常这样子很热闹的一个气氛 那我相信大家来到了瑞瑟之后来到我们花东之后发现其实我们这边都是非常的好对不对 泛州铁人三项竞赛疫情前停办三年 去年好不容易恢复比赛 但是今年花莲又遇上强症 原本就是破千人的比赛 受到影响让许多人担忧来花莲 花东不仅可以上山下海 还能体验在地的文化与热情 期待大家再度来花东发现不一样的东海岸 有吃有玩有美景 邀请全台爱运动的朋友一起来参加 记者高双双瑞瑞相采访报道